我们直播间里好多朋友都说 自己这个胃酸牛属于到处乱窜 不着急阿民准 那它这种又是属于胃食管反流吗 专业的术语呢 管它叫胃食管反流病 据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还原稻米营养氧精华的 金融与骨维多稻米油特约播出 谁身边没有两个总维反酸烧心 国家卫健委呢 2017年的调查就显示 说我国胃食管反流的换动率是5.77% 地域差别还很明显 总体来说北方大与南方 例如北方城市西安的发生率是16.98% 北京是10.19% 而南方地区的发生率则低得多 例如上海是7.76% 浙江是7.28% 金融与骨维多稻米油 油中黄金还原稻米营养氧精华 据说健康 要感谢金融与骨维多稻米油的大力支持 胃上面的食管 胃酸出来的话可能会烧到这个食管 在里面有食物可能会出现食管 这种情况 但是你说他大半夜跑过来可能还会伤到什么牙 还把这个牙也烧肉了 或者是咽咽 胃酸跑挺远的 你说这些是不是都是特例呢 其实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把这个胃食管反毒病当中消化系统症状之外的症状 我们把它叫做食管外症状 那么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发现很多病人 他都是由于食管外症状为首发表现来看病的 他就因为出现了这个食管外的症状 他才来看病 他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消化道的症状来看病 就比如说一些慢性咽咽的病人 或者一些慢性咳咽的病人 他都是去耳鼻喉咳或者去呼吸咳看病 可能在那他查出了这个胃食管反毒病 但是如果他和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联系不到一起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你看这里边这个毒液如果乱窜 不在原地白了的话会伤及无辜